明星面面观 这些因素 才能做出更加客观准确的评价 诚意的颜值确实没得说 那叫一个俊朗 他那双明亮的眼睛仿佛能说话 透出一股子聪明劲 脸型也刚毅有形 五官搭配的恰到好处 简直就是天生的偶像派 每次看到他 都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真心觉得他长得真好看 实际上他并不算是个典型的花美男 他虽然看起来跟普通人差不多 但身上却散发住一股独特的魅力 让人难以忽视 他的脸星轮廓分明 下巴线条清晰可见 鼻子则高而挺拔 整个人的气质因此显得特别英俊帅气 虽然只是简单的花半唇 却散发出一种难以抗拒的娇媚魅力 他是个温柔又坚强的人 既有柔软的内心 又有刚毅的性格 身高180的他 简直就是古装造型的绝佳人选 换上白衣 就成了风度翩翩的公子哥 穿上红衣服 立马变身精神小伙儿 就算脸上挂彩 也不会让人觉得狼狈不堪 反而让人感觉有些支离破碎 由于他的独特魅力和完美诠释 诚意被誉为天选古装人 古装剧对他而言仿佛量身定制 每次亮相都惊艳四作 让观众为之倾倒 这样的他 自然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古装第一人选 诚意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还得说是他那出色的演技 琉璃这部戏 让他一夜成名 不论是初次情斗初开时的迷茫与混乱 依然是年少成名时的豪情满怀 又或者是那份为爱坚守的执着与痴情 诚意真是把与四凤这个角色眼活了 虽让人钦佩的是 比起张灵和何徐凯娜略显木娜的眼神 诚意的眼神真是情感满满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喜怒哀愣 看他的眼神 你就能明白他内心的情绪 是不是特别有意思 哪怕是最容易被人吐槽的哭戏 诚意只要眼眶一红 观众就能立刻被他带进剧情里 真是让人感同身受 本来以为这就是诚意演技的极致了 嘿 你猜怎么住 结果出乎意料 事情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发展 真是没想到啊 陈湘如县里 他一人独挑大梁 扮演了三个角色 真是演技炸裂 这些家伙 每个都个性十足 特点鲜明 让观众觉得自然流畅 不会觉得突兀或跳戏 今年大火的电视剧《莲花楼》里 诚意再次展现了惊人的演技 他不仅演出了李湘宜的《天下无双》 更展现了他那不可一世的霸气 再次演绎了李莲花那种超多物欲 心如止水的淡泊境界 让他内心沉重的负罪感彻底暴露 无法演示 而他的现代剧演技 这段内容真的让人难以忘怀 难防止我意这部剧里 出了一场车祸后 他醒了过来 却发现自己身体不能动弹了 虽然没有一句台词 但那张苍白的嘴唇和紧锁的眉头 却传递出了难以言喻的情感 这种沉默的表达方式 虽然没有声音 却比任何语言都更加有利 让人无法忽视 泪水在眼角悄然滑落 虽然只是在屏幕上看到他 但观众们能深切地体会到他内心的绝望 他的情绪传递得如此真实 仿佛我们就在他身边 与他一同经历住那些艰难时刻 这种情感的共鸣 让我们更加理解他的处境 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生活 在新生代的演员里 如此自然流畅 技巧娴熟的演技真的不多见 正因如此 大家戏称成一位演技救星 他的出色表现总能在关键时刻 挽救整部剧的口碑 将来一定会大有可为 前途无量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